杨六郎 杨五太保杨兴等为我造反 上了太行山 我何不把他们请回 供破汗昌 想至此说 千岁 训练蟒牛不愁 愁的是将来开仗 蟒牛一杀出去 汗昌准得拜阵 我们的兵将在后边 乘胜追杀 就可以收服实地 怎奈城内兵将太少 追杀不过来 蟒牛白放了 千功尽弃 以你之间呢 千岁 还得叫兵 八王说朝中有兵无将 谁能行呢 千岁 朝中的兵兵养得太骄 使他们不行 据我知道 当初刮刀太随月圣 到太行山去了 临走 从三军带去了一部分兵 能有一万多人 而且那岳圣 孟良 焦战 杨兴等 都是不可多得的大相 杀法 骄勇 勇冠三军 为臣破敌 人单是乎 一个人不行 请千岁开恩 赦免岳圣等重将的资货 叫他们带兵到前敌驻镇 八王一皱眉啊 这四个人反了 占据太行山 我能原谅万岁也不能答应啊 当初他们杀过 验尸大帅 敌玉桃 又砸肩反育 怕万岁不放啊 千岁啊 他们非是造反 是为我暴打不平啊 才离开着朝廷战山去 想当初 黄土坡大战韩昌 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 现在微臣罪过已经射了 我那几位朋友还紧着造反的罪名 于心不忍啊 不如叫他们到前级立功 供破韩昌的大兵 求贤王在万岁面前美言 六郎跪在那儿就不起来 靠准在一旁帮枪 发下天赛呀 应该把岳盛等人请回来 因为三官大帅的帅艳 叫他们带走了 杨郡麻要破盲牛阵 得由兵权防克调兵 帅艳都没有了 怎么调兵啊 把他们请回来 帅艳也就拿来了 不就正合适了吗 八王没办法点了点头 哎 难得你这么重意 好吧 破敌之日 免去罪过 不过谁去太行山 给他们送信呢 现在城外 围了个风雨不臭 水泄不通 谁能闯过敌营呢 六郎说 陈早举一人 准能胜任 谁 双天官扣准 扣准一咧嘴 我是文官 要耍嘴行 打仗不会 能闯过敌营吗 就因为您是文官才能过去 凭无意还真闯不过去 我看够呛 我说您行 您准行 我多年领兵 怎么样用兵派 一样心里有数 哪能叫您送命 再说 孟良交赞 都是浑人 别人去 说不过他 他不能来 只有天官 才能胜任 好吧 你得解封信 可以 八王也点头了 写了封旨意 六郎亲笔 写封书信 说明大死蛮名的事 叫我那几位兄弟 速速到英州 八王 一共刷了两道旨意 一道 叫寇准送到京城 告诉皇上 六郎没死 要改 蚓牛阵 破敌兵 和赦免 岳胜等人的罪过 另一封 是给孟良 交赞岳胜 前段接说 寇准把书信旨意 都背在身上 换上轻衣小帽 打马出城 到了城外 刚走不远 就听了敌营 一声的炮响 大 眼前 有一只人马 横竹了道路 为首的将官 不是别人 正是韩昌 韩燕兽 寇准心崩崩之跳 心的话扬紧呢 你叫我去闯营 营面正碰着韩昌 怎么办 眼珠一转 记上心头 寇准满脸在笑 韩元帅 你老可好啊 韩昌 单手喝茶 好 你是什么人 我乃寇准 哦 双天滚 这是 你单人 披马出城 要干什么呢 嗨 惭愧 惭愧呀 韩元帅 大兵 困兵州 我们 民兵 动城 才熟到今天 然看天暖了 兵嚼 学化 这座城 也就堆了 城里 没有吃地 九城 性命难保 八王相对 由一向城 投降 又做不了足 叫我回朝 和华队 商量商量 要写 降书 顺标 杭元帅 放我过去吧 扣准 你能言巧辩 你是搬兵去 对不对 杭元帅 此言差一样 要搬兵就不等到降赛 早就去了 还等到天都暖和 还饿 才去 再者说 朝中害有谁 杨某女将都扩在城里 京城那些人都是你熟悉的败家 来了也败贼 我都看清这不齐了 这座英州早往早往要落在你猛之手 不如报名要经赶快投降 韩昌说 你说你是回京城商量写乡书拿顺表 有何为胜 有正经啊 我一兵一足美代 又是个文光 这就是证据 要是帮兵闯阳 得派个武将 我才不出来呢 这不错 你把八王的旨意拿出来我看看 没有啊 八王不是忘罪 刷王旨意 他忘罪调离 皇上该说了 没有我的话 你把江山让给扔去了 这不行 你答应 我不答应 那不就讲住了吗 所以叫我穿口纸 商量写 江书顺标 割让徒弟 皇上乐意不乐意还不一定呢 我这个人就说直理 韩昌觉得寇子说的聚集在里 他是个文人 把他放过去也没啥了不起的 寇天官 不关你说的是真 是假 我都放你 人都有心 你琢磨着犯 军练 上条道路 放他过去 扣准一抱拳 我谢谢行员帅了 扣准乐了 心得放 我的小娘 祖奶奶啊 好想过不去 快点跑 一扣马 马上抽了两鞭子 这匹马 战马飞奔 太着急走 韩昌生疑心了 嗯 不对 我放他走 真要是四处搬兵 各路的亲王一到 那就完了 一说放他走 这么着急 这里有毛病 不行 把他追回来 哎 靠的人 我还有话说 你回来 扣准也不大人 拒故往前跑 韩昌更后悔了 兄弟 还我追 大家呼的一下 过去 刚到中营 扣准就被围到当中 韩昌大骂 扣老师 你敢骗我 哎呀 把他追 兵将妄想欲冲 老师一闭眼睛 我说完了 然看到天官要被人抓住 突然 敌人大乱 就听军兵在喊 哥哥兄弟啊 了不得了 这白袍小将太厉害呀 快点跑吧 辽国的兵将 四处逃问 是这一员小将 马踏敌营 边走边喊 闪开 你家小上下来了 手中梅花枪 上下翻飞 敌将沾上紫 挨上王 扣准抬头一看 这是谁呀 这么厉害呀 到近前 瞧清楚了 人盔人家 外招素罗袍 胯下天理银河 一点红 掌中梅花 亮烟枪 正是少爷 杨宗宝 宗宝是从哪来的呢 原来上次杨宗宝 随着舍太军到英州 解围素粮 在城外和韩昌 打了一仗 被韩戒兽给扎伤了 战马落荒而走 降拢也拢不住了 这匹马惊了 后边又有追兵 随他便跑吧 穿山跳剑 耳边生风啊 就觉得树木 刮刮刮刮刮 都望后直斗 他抠住了铁棍梁 也不敢睁眼睛了 不知道走出多远 啪 一个马尸前提 把杨宗宝扔到马下 摔一昏过去了 等他明快过来 睁开眼睛一看 呦 自己倒在屋里 这屋子里挺干净 窗明几净 自己倒在一张木床上 身边站着两个小稻姑 都是带着黄梁木的稻官 灰色的稻袍 年龄不大 十五六岁 一个个实质尖尖 亚赛博莲偶 说话 言语英声 有一个说 呀 醒过来了 快告诉咱师父去 说完出去了 杨宗宝一摸伤口 伤口已经被包上了 不觉得疼 宗宝问 请问 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小稻姑 羞羞答答的说 啊 我和师弟下山取水 碰见将军 倒在地上 不请人事 把你抬到山上 一个马匹兵刃 都带来了 是我师弟 给你上的药 包的伤 哦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 是黎山 我们这所庙 叫紫霞宫 正说话 送信那个小稻姑 回来了 受伤的将军 我师父请您去呢 能走吗 啊 能 宗宝站起来了 两个小稻姑 头前领路 他在后边跟着 来到正院的一个房前 举住脚步 宗宝抬头一看 门上写着字 妖精二字 进了屋 屋里边热气蒲脸 里边生了好几个火盆 周围的蒲团上 坐着十几个小稻姑 正当中是莲花宝座 做了个老稻姑 年龄挺大了 头戴鱼尾道官 身穿酱紫色 八卦仙衣 闭目杂送 来着两小稻姑 赶紧给介绍 这是我们师父 宗宝过来行礼 老师父在上 弟子有礼 多谢您的令徒 救我的性命 老稻姑把眼睛睁开了 无量 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带着商 我家住在京城 天博阳府 我父亲 我数个字说 阳锦 阳建昭 我是他几千不孝长子 阳宗宝 是我在殷州城 和韩长交战 一时不慎 身受重伤 战马落荒 多亏小师傅 杂救 他把经过一说 老道姑点点头 哦 明门之后 将门 胡子啊 你就在那个屋 养伤吧 好了 再下山 是 他又告诉那两个徒弟 好好地伺候 少帅 杨宗宝 是 两个人 又把东宝 领回那个屋子了 师和一切 都这两个小道姑 伺候着 一踢一圈 到时候 送两根范儿 尤其是当师兄 那个小道姑 特别聪明 话不多 杨宗宝 心里想什么 他立刻就明白 还不用说话 一晃 放个多月了 东宝的伤好了 天天在床上待着 也闷得光 这天早晨 他出去过过风 到外边一站 才看清这个地方 是深山老林 到处是悬崖窍壁 这所庙 修在半山腰 山顶上 白雪挨挨 天挺冷 要是夏天 景时不定多好 他进步顺着山路 往下走 转不太远 前面是个小院 门开着 宗宝进来院 就听正房里头 有叮当叮当的声音 叮当 冰镇的撞击声 宗宝顺声音 走到了屋前 把窗户纸弄个窟窿 争一幕 秒一幕 来个木匠 单掉线 往里边看 哟 里边有两个小道姑 正比武呢 这两个人 正是伺候自己 那两个人 师弟 师刀 师兄 师枪 两人正打个难解 难奔 不奔上下 因为宗宝 师枪 也爱看 师枪的 他一看人家 师的枪招啊 真高 万圣枪 比自己的枪 把枪多了 他在外边 是越看 越出神 两个人 练到精彩之处 杨宗宝脱口 喊了一声 好 这一嗓子 可把那两个人 吓坏了 啪 各自收兵刃 从外边问 谁 宗宝后悔呀 我喊什么呢 五中嘴 也来不及了 两个道姑 推出门的 一看 是宗宝 哦 是您呢 宗宝 赶紧大话 二个小师傅 是我 少帅 不再无种养病 怎么到这儿来了 小师傅 我病健好 保不住 出来溜达溜达 正巧碰见你们练舞 顺便看看 多有冒犯 您的想法 太好了 师兄听这话 脸上有得意之色 哦 那么说啊 你还是懂得点了 嗯 我也是使枪的 我知道 哎 那你知道我练的是什么枪法吗 这 不一定说的对 可能是万圣枪 对 一点都不错 你会吗 不敢说会 六之一二 那你会多少路呢 嗯 我会四十多路 哟 太少了 一共是一百二十四路 哦 您会那么多的 那是我师傅教的 呃 你你教我几路枪法 行不行 哟 你是少帅 可我没学 啊 我乐意学呀 那 你要肯决 我就教 好 那我先谢谢 说好了 两个人进屋 开始穿枪 使枪的道姑 交宗宝枪法 先讲了万圣枪的来历 又讲了万圣枪的使法 这边交着呢 那个使剑的道姑走了 刚交了有十几招 那个小道姑回来了 师兄 师父叫你呢 说有事 哦 好 我现在去 使枪的道姑脸一红 对不起 少帅 我得走了 说完把枪往冰人架子上一放就走了 松毛也觉得不得劲 师父叫他 是不是为了我呀 要为了我哀说就不好了 他在后边追下来了 一天以后来到老师父的屋里 使枪的道姑过来见礼 师父 谎我有事吗 老道姑面沉似水 听说你交杨宗宝的枪法 是 你知道此枪法得来不易 怎么听日往外传呢 这 师父 他是将军 学会枪法 可为国立功 在我的身上 没用 在他身上 可有大用啊 嗯 你敢顶撞 威师 不敢 松宝在门口一听 不好 急忙进来 扑通就跪下了 大师父 千万别怪罪 这位小师兄 是我的不对 我不该苦苦的追问 他是出于无奈 才教的 你要怪罪 就怪罪我吧 老道姑一乐 好 看在你的面上 饶了他 你的伤好没好呢 嗯 好了 既然伤势也好 下山回前敌去吧 现在阳州被围 正在用人 下山去吧 是 师父 您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松宝 明地在心 但不知 法号怎么称呼 呃 不要多问 久而自明 你们俩 送他下山 伺候他的两个道姑 来送松宝 杨总宝 谢过老道姑 转身走 有人把马 给牵过来了 盔甲包也挂好了 送松宝下山 师弟在前带路 师兄在后边跟着 等到了山下 正到了 那个师弟指出了脚步 杨将军 不远送了 我们可回去了 哦 谢谢 谢谢 松宝 接将带手 飞身上马 战马 顺头大道 走了十几步 回头瞧了一眼 顺手脚的师弟 回去 石将那个道姑 还在那站着张望 松宝 冲着他摆了摆手 扬天 打马走了 小道姑 眼望松宝的身影 打了个嗨声 唉 他转身要回庙 一回身 吓 吓了一跳 怎么 他师父在身后站着呢 小道姑脸一红 师父 徒儿 莫非你有私凡之心 没有 既然没有私凡之意 叹息什么呢 啊 师父 徒儿叹息 空有一身本领 不能到江场 为国杀敌 真是空火人事啊 嗯 老道姑 点了点头 你既有此心 师父 不留你了 收拾收拾 回家去吧 师父 我家在哪啊 你叫我上哪去找啊 你家 住在木科寨 你父亲 叫木天亮 人送外号 木天王 兄弟 木铜 木铁 你名叫木贵 秧 木贵 师父 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五岁那年 为师云游天下 路过木科寨 看见你 通明伶俐 也是师徒有缘 我给你家留下字简 把你抱到山上 如今十年有余啊 你已经文成武旧 也该下山居家团聚 将来你可有除头之 我见你和杨宗宝 偏生的一对 一见钟情 为师做主 将你的钟身 娶给杨宗宝 日后有见面之日 说明此事 这一切由恩师做主 跟威师这么多年 就要分手了 没什么送你的 赠你一身铠甲 一匹战马 一口秀戎大刀 保江山屠射地 为国出力 下山去吧 多谢恩师 师父 你法号怎么称呼 下山后 谁要问我师不是谁 我都说不清啊 此山乃离山 此下宫 人称离山生母 你是我的大徒弟 孩子走吧 是 木鬼英 还是道家的打扮 非功待见 此地恩师下山 回木合山 师兄师弟都来相纵 这个说 师兄 你有空可回来看我们呢 那个说 师兄 你可来信呢 啊 我知道了 直到山下 师兄弟才撒泪而别 众人回去 木鬼英打马如飞 直奔木科寨 等他走到前边 双阳岔路 站马停坐 在路口 有个木头有个木头牌子 上边有字 一边是奔木科寨 一边是奔英州 木鬼英 灵机一动 师父说了 我的终身取给杨总保 他回前辅 他回前辟去了 到英州 贼闯连人 能不能过去啊 真有个好歹的 可就糟了 我何不 暗地里送他一程 助他一绑之力 对 就是这个主意 没怎么劲啊 他先惦记上了 木鬼英 奔英州下来了 马上加鞭 走得很快 一天的功夫 就追上杨总保 他可没露面 跟在后边 杨总保住店 姑娘找个地方 迷糊了一酒 次日杨总保 到了英州 杨总保闯连营 木鬼英 站马在敌营外边的 高坡之处 看着 心想 不行 我就过去 帮他干嘛 正赶上双天官扣准 冲不出去 杨总保到了 扣着一看乐坏了 宗保啊 快救命啊 天官大人 你怎么到这来了呢 肖不要问了 你看看 那哈查来了 不要紧 你在我身后等着 看他们能把你死不定 现在顾不得问 为什么来的了 此时韩昌已到队前 两人马打对头 杨总保 恨透韩昌了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韩颜兽 上次你三个小少爷 今天来报 一插之揉 韩昌哈哈大叫 娃娃 常人说 败将不可再战 何必动手呢 上次都没赢 这回也白不给 投降吧 免得老杨家断去 香烟扣 但 少说废话 看枪 说完 噗噗 一走梅花 两斤枪 往前进招 那韩昌 摆钢插 结架 相闻 杨总保这条枪 上户其身 下户其马 看准了 望里进招 扎韩燕兽 韩昌 把钢插 抖起来了 哇 插盘子直响 十几个照面 杨总保不行了 怯打 怯退 把个扣准 急得了不得 在后边跟着 退来退去 退到韩昌 迎盘的边上 穆国英 在高窟上 看得明白 心的话 哟 这杨将军够像 那个大花花脸 是谁 这么厉害呀 我何不 按住杨将军 一挡之力 选择这儿 取下华梅宫 走兽湖 蹬出交零剑 任寇天贤 搭攻带手 双网一教力 嘎之鱼 蒋公拉开了 穆国英 要建设 韩燕兽